疲软不肩的背后是经蛆 四个忠诚要大补肾经 行扬其为振奋宗经 疲软不肩的背后 大家好 我是崔一生 终于认为男子扬尾不起 多有命门火衰 经气虚了 这个命门火指的就是肾阳 肾经化肾气 肾气分阴阳 肾经耗损的太厉害 肾阳也会逐渐亏虚 无力振奋宗经 就容易导致阳为早泻等症状 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 把肾经给补回来 让肾阳得以化身 去振奋宗经 兴阳其为 崔一生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四个忠诚要 让你精气满满 活力四射 第一个 麒麟丸 它具有补肾田经 意气养血的作用 我们说精血同源 肾经和干血之间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所以要想补肾经 也一定要养干血 七零丸里面 由至何首屋来养血滋阴 又由墨汉连来补养肾经 干肾同补阴阳同调 所以对于肝肾不足导致的精血 就可以作为参考了 第二个 锁阳固经丸 我们说肾主疯藏 但如果肾气不足 固涉力减弱 肾经就容易流失 这类人也会出现 阳尾早泻 移经甚至尿失禁的情况 咽尿也比较频繁 经常腰细酸软 头晕耳鸣 那这个时候就要去增强肾的固涉力了 可以参考这个锁阳固经丸 第三个 肾经胶囊 不管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 都需要去补充肾经 只有肾经充足 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化身阴阳之气 而肾经胶囊可以补肾一经 阴阳同补 不仅能调理男子早泻移经等症状 还能够通经活络 强经壮骨 对于肾经不足导致的腰细酸软 腿脚不力等症状也有一定的作用 最后一个 脾肾双补丸 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 脾为后天之本 肾经会被不断的消耗 这时就需要依靠脾胃 蕴化水骨来充养先天之精了 如果脾胃虚弱 肾氏所养 慢慢也会导致肾经亏虚 这类人除了阳金不举之外 还会容易疲惫乏力 精神萎靡不振 消化也不是很好 大便总是不成形 那这时就可以参考这个 脾肾双补丸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不过涉及到用药呢 建议大家还是在 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参考使用 切勿随意乱用 我们下期再见